12月5号 郑秀文出席show me郑秀文2007演唱会 Blow Ring高清试音会及见面会 这次演唱会对于三年没有开过歌唱的她来说 至关重要 演唱会的成功让她非常开心 都来了 看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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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拍一张大合照先 那我们也给我show一show 秀文这张呢 Semi Semi 这么多位 这么多位 左边一点点啊 Se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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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今天到场有一班的 啊 弄了林先生 啊 林先生来了吗 来了很久了 哎呀 老板在哪里 来了几天几夜的了 哈哈哈哈 坐在外面几天几夜 真的吗 你不知道而已 哎呀 老板 哇 好重要啊 林先生在外面睡了几天几夜 我已经不睡了 哎呀 今天是对 哇 再来 哈哈哈 我都不想 是有臭口 我当然很开心 因为这个演唱会对我 三年没有举行演唱会 举行演唱会有这么好的成绩 那当然是非常的高兴 而且真的也没想到 会卖得这么好的 所以在这里还要感谢 所有买过我这一张DVD的朋友 演唱会只是三迷复出的第一部 接下来他将出演 由麦兆徽及庄文强 联合导演的喜剧《渣之女》 实验一个总是担心 自己嫁不出去的高级女警察 三迷笑言恨嫁这一点 像极得现实中的他 不过他对现在的生活和工作 非常满意 结婚的事情还是以后再说 角色是一个高级的独裳 然后常常都很害怕 嫁不出的一个 那蛮像我现实中的我 那还有为什么我挑这部电影 因为我看过整个故事 我觉得整个故事的结构 非常的strong 很好 而且也没有像 跟以前我拍过的电影 很相似 所以我就挑这部电影 我现在我的生活 跟我的工作 我觉得也非常的 很开心啊 也重生出发呢 所以我想 结婚也不是时候吧 曾经多次合作过的好友 刘德华和他加盟同一个东家 并邀请他担任签约里的嘉宾 他表示非常开心 坦言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合作机会 今天 华仔的机械会 我自己内心也是非常的高兴 跟兴奋 因为我们现在在同一家的公司了 那我想未来 如果大家有合作的机率 也会比较高了 那所以我期待了 慢慢的期待 嗯